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9号星期二 那我们看到今天三大股子都收出了大阳线 但是唯一有一个缺憾就是今天的成交量显然不够太理想 因为股子确实是在大幅上行 尤其是在前期滞涨的一些板块的带动下 比如说券商 果然今天券商的涨幅非常不错 那我们看到之前经过券商中期的一个调整 在昨天我就提示过大家 我说券商一定要注意随时展开反弹 果然如此 今天券商股大面积的上涨 两次也一样 那么从上涨的数量来看 明显多方牢牢把控的这个优势 那从今天的这个股子来讲 接下来市场该怎么走 那我们看一下图板 那么这张图板我是连续给大家讲了多次了 那么大家一看都是老面孔 经常听张老师课程的朋友应该知道说 这些图表实际上这都是明摆的 在这放的几个月 甚至三个多月 给大家连续讲 我说这个中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轨 就这个中轨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 即便后世呢 我说谷子呀 比如说后世还要展开正大 区间性的正大 那么这个中轨还是强大的支撑力 所以说呢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无非就是几重支撑 第一重支撑啊 就是这个 深蓝色的大型的一个中轨 那么第二重支撑呢 就是这个红色的上行通道的下轨 那么这个下轨的位置非常关键啊 这个下 下边这个这条轨道啊 那么最近啊 就是前一个阶段 就是打到这儿为止 然后起稳 第三条非常重要的支撑位 那也就是从去年7月13号以来的 这根啊 高点啊 高点和次高点的连线啊 这根线非常关键啊 所以说我们说三重支撑 那么这样的一个支撑呢 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撑位啊 这都给大家做过验证了 市场呢 大盘呢 果然啊 按照张老师事先给大家讲的啊 这样的一个逻辑 展开了这么一个上行的走势啊 那我们看看局部啊 今天的这根放 也不是放量啊 我刚才差点说成放量 其实今天的成交量 确确实实多多少少啊 是一个遗憾 那今天呢 是收了一个大阳线啊 这个大阳线呢 是涨了71个点的大阳线啊 光头阳线 代表什么呢 短期内啊 我们说明天还会冲高啊 盘中至少盘中还会冲高 光头阳线嘛 对吧 光头阳线上面没有长上影线 说明惯性的一个上冲的机会 还是有的啊 但今天有一个唯一的缺憾 我跟大家讲了啊 反复强了 我第三次说了啊 今天的量能啊 明显不够啊 不够 那这是当前市场啊 短期来讲 它是个隐忧啊 也就是说明天要持续关注 成交量能不能持续放大 我认为成交量持续放大的可能性 比较小了 明天呢 是我们春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大家的这个啊 过年的这种啊 节假日的这个情绪啊 都比较浓 我认为大家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在啊 团圆啊 都在这个过年呢 怎么过啊 都沉浸在这样的一个节日氛围当中了 所以我认为明天的量能啊 基本上跟今天差不了太多啊 所以明天啊 盘中可能会再度上冲 尽管今天啊 户子占到了3600点整肃关上方 但是呢 我们看到啊 上方的空间 实际上距离前高啊 空间已经不大了 那么前高是多少呢 3637点 也就是说差了36个点啊 所以明天可能死把劲 盘中冲高之后 很可能到达前高附近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 接下来啊 我们该怎么办啊 有的朋友啊 说了 我昨天跟大家说 我说可能的话啊 我告诉大家 啊 现在处于低位的 啊 这个估值比较低的 业绩比较好的 年报比较好的 就是年报预增的 或者年报增长的 调整比较充分的个股 那你持股过节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反之呢 现在啊 延续不断上涨啊 然后凭一些题材啊 概念啊 什么是支撑的这样股票啊 就是业绩呢 也很一般啊 或者是已经大涨过的 业绩已经爆出来了 符合预期的 这样股票啊 我认为说 节后啊 可能随着股指啊 冲高 对吧 可以调调一下仓位 往下降一下仓位啊 所以现在市场呢 依旧是一个分化的市场 不要因为今天一根大阳线 你就彻底改变了你的信仰了 你认为啊 这个地方又开始啊 要普遍上涨了 我告诉大家几回了 我说普遍上涨的情形 不大可能啊 不大可能 后面呢 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啊 那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说 既然今天啊 占到了3600点整数关上方 那从技术位的角度来看 跟大盘同步的个股 那么它的 目前的防守在哪里 很明显啊 我说我在之前的 两个交易日 都跟大家讲过 我说呀 这个粉红色的上行通道 一旦向上突破之后 那这个上行通道 就这个粉红色上行通道 它就是你的防守啊 这个位置就防守啊 那么跟大盘同步的个股 那你参照大盘好了 如果大盘呢 把这个点位破掉啊 接下来调整 万一把这个粉红色的 这个上行通道的位置破掉啊 那就考虑啊 在这个地方要止盈啊 要及时止盈 那么另外我们说 红色的大型的上行通道的下沿 还有没有支撑效应 我认为啊 支撑效应非常强啊 你不必 不要等到啊 说股指后面 假如调整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下沿啊 红色的大型上行通道下沿 给你破掉再走 那就晚了啊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那你别必要非得到 这个红色的下沿这附近啊 就在粉红色上沿 这个地方啊 如果击穿的话 你考虑在这个地方 及时止盈 我是说 以防万一啊 我们啊 做炒股也好 或者是我们做别的投资也好 一定要看好你的止损和止盈位啊 这是基本的啊 基本的这么一个操作的 这么一个能力啊 好了 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板块方面啊 今天的板块方面 也不多讲了啊 延续了昨天的有色啊 昨天的白酒呢 创新高啊 今天呢 我们看到贵州茅台盘中 还有一个冲高啊 当然 茅台我现在呢 为什么说 张老师现在对茅台啊 能不能追高了 我说追高很悬 你现在去追高 我跟大家也分享过啊 我说在这个 私营率方面来讲啊 实际上现在就是67倍了 我今天看了一下啊 实际上估值已经给的很高了啊 市场给的溢价已经很高了 所以说免不了后面要调整 那肯定会到来啊 就是这两天呢 我认为就是在结后的几天之内 我认为这些强势的啊 领涨大盘的一些白马龙头股啊 这个趋势上呢 持续不断的走高的一些个股 它必然要有调整的阶段啊 我认为这个调整阶段很近了啊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仅供你参考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啊 最明显的就一个万众瞩目啊 我想可能市场啊 很多人都看的 说是我们金融啊 三件客 银行 证券和保险 那银行老大哥呢 人家已经涨了一段了 保险呢 现在有起稳的计下 所以有的朋友问了说 券商怎么迟迟啊 就是不动呢 按说是这个年报都出来了 那么券商一直就不动 为什么 实际上现在有一些啊 券商个股呢 就是叫什么呢 叫这个 净价啊 这个叫净价 叫什么 今天叫减持还是什么啊 我看到一个 有一些利空啊 有些个股有些利空 但是呢 基本上就出境了 80%的年报都在上涨 没有理由再继续调整了 那么昨天我给大家 做了一个券商 板块指数的一个分析 我说券商到位了 调到位了 果然啊 我们看到今天 券商怎么走的 今天的券商啊 超大单资金啊 这个板块流入了22个亿啊 将近22个亿 然后呢 有设流入了33个亿 我们就重点说券商啊 流入这些了 那调整 其实已经非常充分了啊 有的朋友说 还要见新低 见什么新低啊 我昨天第一时间告你的 我地方调到位了 那么大家也果然看到了啊 另外我们看到啊 其他板块方面啊 强者很强大 这个汽车类工程类啊 然后呢 化工类啊 这两天都还不错啊 那么这也是说今天主力资金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啊 那接下来 我们看题材方面啊 医美概念碳纤维 多金硅啊 这两天还可以 尤其医美 那么有只新上市的次星骨啊 这只次星骨叫什么呢 叫这个爱美克啊 爱美克 爱美克呢 上市是九月下旬上市的 当时呢 上市最低价311块钱啊 我从里边看的 那么今天最高价打到了多少呢 打到了1060啊 这个位置 那也就是说 呃 这五个月 五个月左右啊 三倍啊 三倍 啥了三倍 非常凶啊 那医美概念啊 我认为这个市场是非常庞大的啊 我们说这个 谁不喜欢美啊 对吧 做个美容手术啊 或者是什么化妆品啊 等等啊 那个相关的啊 手术美容啊 跟跟韩国式的啊 所以说我们说将来 医美概念这里面的潜力股 还是 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 那么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接下来我们说 看看券商啊 呃 昨天 这是昨天图 给大家讲 我说小时自信 在这面临变盘 而且技术位上 这有支撑啊 随时会反弹 那我们再看今天呢 一杆大阳线起来了 绝大多数的券商股 都在上行啊 上涨 很显然 一杆阳线啊 这你就应该注意了啊 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呢 是六月放量啊 呃 其实已经兑现了 我之前给大家这个预判啊 实际上券商股啊 真的值得你啊 这当前啊 可以适当关注了啊 那么昨天给大家讲到一个芯片概念指数 也就是说通过看题材或者概念指数 你看这个概念里面 个股会不会有机会啊 那我们看芯片概念指数 我昨天告诉大家 我说刚好在技术位上 上行通道下沿 这位置稳了啊 起稳了 昨天讲的啊 这张图表还是昨天的 那我们再来看晶片 那我们看到今天啊 收出一个什么 大阳线啊 今天呢 多数个股 呃 大涨啊 上涨 其中有四家涨停的 那这里面啊 啊 芯片概念啊 我只是给你说一个板块 当然这里面成分股啊 这个找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啊 稍微有点基础的 都能找到这里面那些龙头 那你看看啊 当前的机会如何啊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题材 就国防军工啊 国防军工呢 300多只成分股 今天316只上涨 10只涨停的 看一下概念指数走势 那这根线呢 粉红色是一根X线啊 X线 对吧 X线 X线代表什么意思 就前边呢 它都是什么 压力压力 后面转什么 转支撑 一个支撑啊 第二个支撑 对吧 在这个支撑线上方 那么这根支撑是非常关键的啊 在突破之后 来回正方整固啊 再往下踩 那么刚好踩到什么呢 我们看双重支撑 第一个 粉红色的X线支撑 大支撑啊 大支撑不一定要非要踩到位 第二个关键支撑 红色上行通道的下轨 在这个位置 又支撑 是吧 前边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关键的支撑点 当然了 打到上沿就是压力位啊 这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国防军工啊 今天的局部的一个走势如何 我们看到今天是大阳线啊 而且是已经略为放量 放量迹象已经有了 而且今天呢 是我刚才跟大家讲 大部分的个股上涨啊 所以这里面啊 军工概念股里面 我认为经过前期的一个调整啊 这两天呢 又到了一个低息的好时机 所以这样的一些个股 我认为完全可以持股过节 好了 今天的投资分享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祝大家投资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